世界上被廣泛使用的漢字 究竟是怎么演变而来的呢 今天又要介绍哪一个文字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漢字说故事 The story of Chinese characters 哈喽 漢仔 嗨 今天要告诉我们什么字呢 漢仔想睡觉了 咦 漢仔怎么不动了 狮 甲骨文的狮字 就像是一个侧躺的人形 也有人说它像坐着的人形 甲骨文是三千多年前 刻在龟甲 瘦骨上的文字 是中国目前发现最早使用的文字 之后随着时代眼镜 使用字体有所不同 这是诗的经文 小传 历书 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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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还可以有这样的联想 哇 汉仔 你怎么可以偷偷在草丛 甲骨文的屎字 就像吃进去的米从臀部排出来 哇 汉仔长尾巴了 甲骨文的尾就像人的臀部下方 加上一条有毛发的尾巴 原来狮字指的就是人 人做了不一样的事情 就可以衍生出不同的文字哦 汉字说故事 我们下次见 大家好 我是林洋哥哥 喜欢我们的影片吗 喜欢的话请按下订阅键 如果想看到更多精彩的节目 请看这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